這個部分我們有幾個單位 那因為看起來 不怕你這邊要回應的比較多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相關單位 我們先做一些 剛剛提到的部分 像 是不是素寶要用最有印標 功能器這邊分析過 那是不是先做個說明 然後捷運局這邊 是不是有一些樹木 移植的問題 那是不是也做個說明 那另外 最後我們捷運局這邊再來的 我們依舊剛剛後面提到的一些問題 在移併在做說明 那是不是先請公園出現 公園出現報告 就是有關於素寶 要不要用最有印標 其實最有印標它確實是可以經過 評選然後把廠商 提出它的移植的方向 方式裡面來這個地方 去做 一個專家學生 直接來做評選 這確實是對這個 樹木移植是比較有 有保障 是沒有錯 那只是這地方來講的話 這個我們是提出這樣的建議 但是因為我們是維護戰略 特別是樹木移植 維護的立場來講 那只是其實這地方 實際上真的要去操作 這所謂的最有印標這地方嗎 其實還是得尊重 最後移樹的這個單位 我們是提出說這地方是 你樹比較好平質的地方來看 來進行 是 可以這樣 可以 那是不是接下來就請 捷運局 捷運局 他待會再請文化局 做說明 那樹保審查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邀請到 在地的鄉親 各位鄉親歡迎 這裡捷運局 去工程處公務局主任 那目前我們負責在 是做 福德街上的捷運工程 那剛才 有鄉親提到 就是不要為了 工程改工 就把樹直接移植 事實上我們的樹 都有去做 斷根的助力 那 我們現在有兩顆大王椰子 是 已經有做 那是經過樹保審查 通過的 這個 的樹木 是受保護術 那那個我們已經有做 一次的斷根 那 在 我們做大概 分園區內 還有 因為我們今天車站要在 福德街上面試做 事實上人行道上 一定要削減掉 那不然我的工程 暫居道路在施工的時候 可能 就 連車子 交通上面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把 這個人行道上面的 行道樹上面的樹做一些 移植 那原來是在退縮地上 原來上面 人行道上面的 屬於公園處的 我們在 早期的 102年左右的 施工 我們就已經把它移植到市區內 經過公園處的一些審查會通過的 我們已經在市區內已經移植完畢了 現在各位還看到的就是在原來 原來的 屬於 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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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施工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移植 那整個數 我們 非受保護 術的部分 會分 兩部份 一個在行道樹上 一個在原來的園區裡面 園區裡面 我們事實上 已經做了一次的一個 斷根了 包括受保護術 我們也有辦法 文化主 我們已經 辦理了一次的斷根 我們並不會說 就為了工程就不去做這樣子應該做的一個事情 但是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各位看到行道樹上面 它在原來的樹屑上面已經成長了 那它樹屑周邊是鋪滿 鋪了那個紅磚 那個地磚 就是鋼石地磚 那那些鋼石地磚 假如我們現在去做 也一次斷根 那各位可以想而知 那個地磚上面可能會被我們弄的 就是大家掉的行走就會很不方便 那事實上 我們做工程呢 事實上也 也真的很為難 一方面我們要去把這個 在這這麼小的一個空間中 把工程做起來 又要對這些樹呢 必須要特別注意 要做一些注意 所以在行道樹上面 我們還沒有去執行這個斷根 那那個 那個 齊肉退縮地上面 齊肉退縮地上面的呢 當然我們也要去看 對這些樹種去做一些了解 那目前在退縮地上面的 那個磚鑽上面呢 是屬於 種樹 那種樹可能它的存活力 或移植到別的地方呢 會得它的存活力 它生命力很強韌 它 蠻 也就是說 在我們沒有很 即使沒有去說完整的這個斷根呢 在過往我們在主理這些 在移植這些樹的 被這個地磚所蓋的這些樹的時候呢 它的存活率還是蠻高的 那我們的做法是 現在我們還沒有去做 跟各方法師說 我們還沒有去做 跟這樣子的斷根處理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工程的考量 那 在園區內我們斷根完後續 就是說 剛才的說明是說 因為工程我們也要做 不是我們就不去考慮 說它該要做斷根的處理 這個跟各位鄉親做的話告很以上 他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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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文化局報告 我們素保大會的那個議程 以及開會的時間 其實我們是會有公告在網路上面 所以是 其實所有民眾都可以在網站上看得到 請問你有通知里長嗎 對 那我現在說 就是我們審議航天要點 是有規定說 如果特殊案你可以得通知 在地的一半公處 或是 這個 通知居民 那 因為他也是得 那我們在通案的時候 在網立其實也不會去特別通知 得的意思還有另外一個解釋喔 就是 對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往另外一個方向解釋 兩個方向你為什麼要走不好的方向 是 所以說我們 在好市長的時候也有通知喔 以前都有通知 以前都有通知 一項都有通知 對 所以我們才會再一次的這個公開說 那你不自找麻煩 也會再採納這個各位的意見 那再下次 在書寶會的時候 之前就應該通知 讓大家可以去參加 你表達意見 在書寶會審查完都定案了 你大概跟我們講的什麼 有 委員並沒有聽到啊 沒有 我們還沒喝定 所以下一次的這個 書寶大會 預計可能是10月20 那我們也會在辦公處還有發文給你 我們要去參加嗎 會 我們喔 是 還有一次我們的書寶大會是不是 是 去報告 今天說明會的狀況 是 喔喔喔喔 有 還是會發文給你 那請問一下那個斷根的 是不是可以停一下 等到 開完了以後 你再做斷根 因為還沒有啊 還沒有開完啊 還沒有定案 對我們來說 這不可能定案 其實都還沒開始進行 可是已經 剛剛我聽到說已經有 樹已經斷根了 第一次 已經在問 結局了 結局了 這是我們今天決定問題 而且你剛剛說 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聽得到 你剛剛說榮樹生命力很強健 我跟你講 我們去看台北市以前書寶 樹木銀行 就是現在變網球中心那裡 最多的就是榮樹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榮樹一定可以活 每個人都覺得榮樹生命力很旺盛 所以榮樹一定 我隨便怎麼弄它都沒關係 錯 台灣各地死一堆被挖走 死掉最多都是老手工 全部都是榮樹 所以我拜託你們 不要再用這種藉口 或是理由 再合理化你們 減少斷根的程序的作業 再來 行道樹絕對是可以斷根 你周邊的地磚 把它擴大它的數學的範圍 你先把原有的地磚打掉 我們上次跟遠熊炒半天 就在炒這個嘛 我們不讓它打地磚嘛 對啊 那如果你們今天不做斷根 我們一樣來打你啊 我是說真的 我不是在威脅你 而是你們不應該這樣子做 如果你今天認真的要去執行這些工程 你這些地磚敲開 擴大它的範圍 從外面去進行相關斷根工程 你做的好好的 也不會影響到人民的通行 你不要拿人民的通行的這些交通 來威脅我們這些居民說 因為我要讓你們好走 所以這些需要沒辦法 我只要清採先把我拿掉 我拜託你們不要這樣說 拜託好不好 跟湘先回報一下 我想我剛才說明的意思 可能有所無解 我是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去做 這個斷根的這個工作 那在園區的內 我們是已經做了 因為當初我們要進來做捷運工程的時候 市長 那個大路上真的是很小 那所以我們有很多大型的基區 我們必須去設置 所以當初我們這邊是兩株 兩株的大黃椰子的部分 我們也只是先做了一次短根 那必須依照就是文化局 給我們那個核定的那個計畫核定之後 我們才會去把它做一個移植 像說明 好 感謝各位鄉親的請問 我大概逐項就我記錄到的部分 讓各位做回應 當然從第一位 有些人大概有主張說 這邊要做 也有相同的居民提出說 要做森林公園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先回應一下 是說 在都市土地 考慮的地方 就是小量都市發展的一定需求 我們認為適度的開發 其實是有它都市發展上的必要性化 那當然有提示說 有沒有達到都市法裡面所規範的10%的綠地 這邊我們在過去的說服會 也跟各位鄉親有做報告 在我們變更廣磁的都市計畫同時 其實我們說 這個部分我們也並按辦理 變更為公園綠地 就法令部分我先回應 那再來就是說 有關於 剛才有提到說 非受保護樹木移植 是否比照受保護樹木移植的方式 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受保護樹木 在廣磁公宅基地範圍內 一共有33棵 這33棵基本上編號的 其實就前面有提到的是八、九棵 但是我們其實只要達標準 達到受保護樹木標準 我們都一定用受保護樹木 來做移植 這個也在前四棵大會有說明過 那 園區裡面要移植的 非受保護樹木 我必須要 坦白說 目前的規劃是沒有 比照受保護 規格來處理 是因為這個在我們進行非受保護樹木移植的時候 這我們的計畫其實也經過就是主管機關這邊也確認過 基本上在審議的過程當中就發展局我們是認為移植的部分 適度的斷根跟修剪樹冠這個是有利於存活 但不必然全樹冠都未修全樹冠移植存活率最高 這反而在部分的移植上面它會影響樹木的存活率 這一點我必須要說明 或許我們資訊的來源 我的認知 就是說我們討論的過程是這樣 你今天全樹冠移植要搭配的要跟斷根一起 那我們必須這麼說 在非受保護樹木的時候 我們有適度的修剪 跟適度的斷根 這個部分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我們非受保護樹木的審查 這個部分有經過主管機關的確認 那再來就是針對說 價格標跟產最有利標 這個部分只要工人處也有這樣的建議 這個我們會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完成審查的程度 所以還沒有進入到招標的作業 但是各位的指教這個我們會把它納入做參考 在同時在我們針對招標作業的時候來做檢討 好 那再來是劉女士有提到說 反對移植 反對在斷層上蓋工宅 要在南港帶公宅 不過我們今天是樹保說明會 我必須說明 就是劉女士這個的意見 其實在我們前幾次的公宅說明會上 我們都有回應 今天我們是針對樹保的部分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針對樹保優先 我們先回應 但公宅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大概都已經有做說明 好 我們主席這邊可以再過去 好 好 那接下來那個孫先生由葉老師這邊帶巡的這個 大道路96項這個部分為什麼要移植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的公宅其實 目前規劃的範圍 在最靠北側這個為什麼也要移植 因為我工程施工 必須要考慮到它施工範圍 現在施工範圍 我們剛才已經有報告過 我們是在我建築物開發範圍 盡量用最少的範圍 但是以現在配置的位置 它施工範圍會跟現有96項的這個樹群這邊會有重疊到 那我們要說明的是 這個部分的移植就跟我們剛才報告過的 它其實也都會按照一次定植到北側這個位置 它樹木的數量不會少 你現在如果講到移植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它原來長在那裡跟移植以後 那真的是兩馬之四 那個樹完全都不一樣的 實在是不得已才要移植 你現在去移植它 你說是因為工程的關係對不對 施工的範圍 那是你的問題 但是它就在合法的公共開放空間裡面 它根本就是合法 你不能說我要施工 叫你走開 我把你移開 因為我要施工 樹不會講話 我現在要代表樹講話 我站在合法 我的位置是合法的 你來叫我走開 是你不對 你現在還要叫我走開 你現在還要叫我走開 是因為要讓你 手勢比較好 手勢比較好 新建的施工都有 除了建築物之外 那都是你們的氣勢問題 你可以用一個搶拔圍起來 可是你不可以叫我 60公尺裡面 是你們自己畫的 它是公共開放空間 那你們都化局局長也講說 這個公共開放空間 會把它經營得像公園一樣 對 對 那它就合法的站在那裡 你憑什麼叫它走開 你可以把它移植 但移植以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看它多漂亮 你不可以用這個理由 這個理由不接受 請我講一下 當初這個地方 能夠保留是局長 林中英局長 親自去看過 對不對 我想你知道 他有親自來看過 才保留下來 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它非常非常的好 你移植了之後 這個路已經沒有了 你移植到別的地方 這個路已經不見了 對不對 味道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何況你還是違法移植 對不對 那當初林中英局長 來看 來決定 保留下來 你為什麼可以把它翻掉呢 還是林中英局長 他來翻掉的 那翻掉又不講 開會的時候 還不通知我們 你在搞什麼 好 我先這樣子說明 但孫先生 我知道你對這個事情的反應 我要說明的是 施工當然可以改變施工的方式 但是我先說明一下 目前要移植的原因 是因為在施工過程當中 你施工機具跟施工必須要考慮到 我在那個位置 其實對樹很必然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課長我跟你說 你講那個工程的問題 你看這個地方 就是 因為你這個土太小 我在家裡是放大四百倍來看 這個大道的九十六項在哪裡 我看不出來 你那個燈 這裡 這裡 客長你看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樹全部拿掉了 這裡 對不對 不但這一側拿掉 看 我不知道是哪裡 這裡嗎 這裡是九十六項嗎 這裡 這裡是九十六項嗎 對不對 是這裡嗎 這裡九十六項 你看這兩側的拿掉 那你說這一側工程 那這一側 那已經差三十幾公尺了 也全部拿掉 也因為工程嗎 這裡的樹兩側全部拿乾淨了 這什麼 這也用工程來解釋 解釋得通嗎 而且我告訴你 科長你今天這件事情 你樹保會沒有通知我們參加 你理虧在先 剛才文化體講得很清楚 他很老實 他說得得得得可以怎麼解釋 我們兩個方向都可以解釋 那你規避了 就是怕我們來抓 所以你不給我們參加樹保 那這個環瓶樹保 跟這個都省 科市長都發局局長 都公開可以問大家 都說三樣都會找我們來 現在通過了 雖然是通過了 可是你絕對不可以做 因為六十公尺是可以量的 那是逃不了的 我告訴你 科長你一定要回去 你們要去討論 如果你沒有留六十公尺 這是可以量得出來的 RNA兩排樹 六十幾顆耶 是在六十公尺裡面 它是合法的 你去動它是違法的 你工程的技術問題 你們要自己警覺 不要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都不是專家 你們才是專家 你現在告訴我什麼 我都告訴你 你要回去解決 我相信你個人也不能解決 你絕對不可以說 樹保已經通過 如果你說樹保通過 我們沒有被通知參加 請問蔡貴勤里長 請問蔡貴勤里長 有通知你參加樹保會嗎 沒有 沒有 那個林社長里長 請問你有被通知嗎 沒有 沒有嘛 陳立威議員 辦公室主任 請問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那你現在告訴我是工程 我問你工程師 你們要去解決 你們是專家耶 你現在這六十幾顆樹 我絕對不准你移植 因為它是合法的 其他你要移植 我沒有理由 我即使不贊成了 我也只好 只好默默的承受 但是它是合法的 那你要用不合法的來移植它 然後你跟我說 它移植過去還是那麼多顆 可是那是完全不一樣耶 欸我幾歲了 你跟我講 你以後還是一樣 嗯 好 藥老師 你不要激動 我很激動 我很激動 心靈性和溝通嘛 好不好 不是啊 你不敢提事先不告訴我們啊 不讓我們參加 透過了 你現在才來解釋 叫我不要激動 今天在 受保樹木的審查 都是犯罪 是受審的 好 那今天如果我們 如果說我們要可以蠻 我們不需要 對不對 我沒有迴避的問題 我只是讓你理解說 現在這個部分 它因為施工空間的關係 因為工程不是只有地面上面 還有地面下面 我還有基礎要挖 好 沒問題嘛 你說是工程 我們會想盡辦法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規劃團隊 再來思考 也沒有機會 我只是說 在我們現在送審的資料 我們沒有刻意隱瞞 也忠實呈現我們當時送審的資料 好嗎 好 這個部分因為還有後面的陳情人 要回應 那你現在答應 答覆是什麼 我現在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按照法定的程序來申請 那現在因為您質疑96下 為什麼樹木要移植 讓您知道要移植的原因 王明今天用最小的範圍 移植範圍 沒有他不可以移植 好我知道您是希望他不要移植 不是希望 我是合法的訴求 我不是希望 好 好 那 科長 你今天辦這個說明會 就是要討論樹木對不對 六十幾顆樹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那你現在到底解決是什麼 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們答案是 今天工程施工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誠實跟各位報告說 為什麼九十六項這個部分要移植的原因 那請你們做記錄 我們居民全部反對 怎麼可以不應該移植的訴審主 你的發言我們一定會記錄下來 那你不能記錄下來就了事了 因為你樹板會通過 我們會到樹省 剛才文化局代表說 他還會再開一次 幾月幾號 十月二十號 他會通知我們里長嗎 文化局這次他有承諾 他一定會通知各位 那我們去可以發言嗎 待會可以 又審查委員嗎 我們可以發言嗎 確定嗎文化局 確定我們可以發言 對不對 那個根本就是不 我們就是合法的在那 那你六十幾顆樹 你要把它移走 莫名其妙 好 那剛剛文化局有說明說 十月二十號那個部分 大會會通知里長 他會邀請相關的人是去參加 他也承諾是可以會發言 那這部分是不是再 有個機會可以跟樹保委員再說明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你現在那個開挖範圍是到哪裡 現在我們看到的 因為地下室 我們的地下室開挖範圍 你們的開挖會挖超過 是不是 因為現在 詳細的規劃設計廠商還沒出來 目前 它的配置 地下室 另外一側已經有一條計畫道路了 你們的施工所有的進出 根本就不需要去動到那邊的樹 這麼說 所以你們如果假設你們的施工單位 你們的規劃設計單位 它的圖還沒出來 是不是可以請他們配合調整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你們可以做的一些承諾 或是你們可以具體做到的事情 因為一般像我們家對面巷子現在都跟 那個基地小小的一塊 我們旁邊有六米巷 它連續壁一樣可以挖 它所有東西一樣可以做 它進出還是可以弄 而且更何況你另外一側 如果已經有一條很寬的計畫道路在那邊讓你用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把那邊的樹挖掉 然後去增加你的施工單位 跟各位相信說明一下 因為樹不是只有在地面層 我們看到的那個樹木、樹幹、樹管 它事實上它還有根部 根部的東西其實 當我們施工距離相當貼近的時候 除了施工距離部分之外 也會影響到樹木的存活率 這一點我們必須誠實地說 那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這麼說 地下室的開挖 跟地面上的建築物的那個位置 基本上是有一點差異性的 不是上面長到什麼範圍 下面就長到那個位置而已 地基都會比較大一點 各位 我大概簡單打個比喻 就是上面的一個施工位置 跟地下室的位置 地下室為了停車 為了機電設備空間 它會做得比上面大一些 而且這也是在有結構上的一些考量 這一點就要請各位理解 所以樹木保存 不是單純只看我地面上 那我們現在其實在園區裡面 都已經盡可能做規劃 能就地保存 我們一定都就地保存 好嗎 那你為什麼 那個樹木的這一側 你挖掉 怎麼那一側靠那個舊 舊的最後移動那一側 也全部挖掉 為什麼 那靠舊的那一側 像這樣的話 後面還有 你另外一側 就是靠福德平宅 還沒有拆的那一側 那一側大道路96項 不是兩側 一側是靠 那一側為什麼也把它挖掉 這部分我想 大概我們回應好不好 那個 因為後面還有 大概五六位 那個相信要登記發言 是不是這一天 我們先把流程 先把它發言完以後 如果大家都還有其他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看看 怎麼樣特別再回應大家 有一些 我們待會會請我們的廠長上來 一起回應各位的問題 我再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可能沒有回應到的部分 像那個 現在目前的那個 清潔的部分 清潔的部分是誰在維護 那這部分是我們 住宅企劃科 現在在做一些管理維護 除了圍離之外的部分 那圍離以內的部分 以外的部分 現在是有我們住宅企劃科在維護 那如果有任何清潔上的問題 那麻煩再跟我們這邊聯繫 如果有什麼維護不周的地方 麻煩跟我們自宅企劃科 我們李鴻鈺、李國長 這邊來聯繫 那如果說 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透過1999 可以來做一個聯繫 不好意思 因為還有六位登記發言的相信 是不是我們先進行後面這個發言 那我們這次六位 就一次把發言完畢 再討論投答 那接下來 不好意思